这是超约十年来第一次拿鞋 没想到还差点毁了整个世界 几天后 那奥利给就升了蛆 导致鸡肉变了质 随后 变质的鸡肉 经过加工厂的处理 变成了一个个美味的鸡排 浇上沙拉酱 撒上面包糠 再经过七七四十八小时的烘烤 那香气扑鼻的味道 短的一下就冒了出来 最后 再把它们进行打包 经过滴沟油的一变洗力 一锅金黄酥脆 外脚里内的鸡排 就被制作好了 最终被女孩一口吃进了嘴里 结果第二天 女孩身体就出现了不适 脸上涨满了笼包 同学想关心关心她 结果刚碰到女孩 咚一下 头皮掉了下来 好家事 没但男孩反应过来 女孩就哭在了男人身上 咚咚就是两口 老师想要阻拦 结果也被挠了一下 一个小伙追上女孩 想要帮自己兄弟报仇 不出意外的话 一晚马上就要发生了 臭壁吃 这一幕 碰巧被一旁的帅哥看到 他赶紧给校长打去电话 因为刚被挠的小孩 也变成了丧事 对着路边的人 嗷嗷挠一顿挠 只要被挠过的 一眨眼的功夫 脸上都长满了笼包 开始攻击起了人类 场面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血腥暴力 那校长不相信 来到厂长就是一顿教育 中了啊 都给我发来 再不听话喝酒家账了啊 结果话音刚落 校长就被扑倒在了地上 又甚至被小孩 分成了舞伴 而体育老师大壮 还在一旁投着三分球 并不知道厂长 已经发生了暴乱 突然 大壮一个回头 这才察觉到了异常 此时的小孩们 已经把他包围了起来 危机此刻 大壮一个冲刺 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 突破了一个又一个小孩 一个左正灯 加上一个右勾拳 轻松突破了包围 躲进了教室里 老师想打电话报警 结果电话先被小孩们弄断了 就当他们不知所措时 一辆警车突然出现 给警察带来的希望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个符文的名字叫巨球 看到这些小孩 以为是化妆表叶 直接伸出了小手 手指瞬间被小孩吃掉 符文的赶紧回到车子 准备逃走 结果没想到 一个小孩已经来到了车里 就这样 巨球就这样巨球了 现在 简直只能自想办法 可刚打开门 意外就发生了 一只上司突然冒出 扑在了大壮身上 大壮咚的一下 给他扔了出去 得知大壮不好惹 上司又扑香了一个瘦子 可还是没有成功 最终 小孩扑香了一个美女 一起钻进了柜子里 善良的大壮 赶紧锁上柜子的门 然后仗义的离开了屋子 这时 一个老师从楼上下来 想带大家一起冲出去 可没想到 男人前脚刚踏出去 就瞬间领了和饭 现在 所有的小上司全跑了进来 他们正好躲进一间教室 突然 他们发现 小上司身上居然有伤口 正是被小上司锁抓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大壮拖着小帅 就扔进了其他屋子 然后锁了起来 一个幻学老师说道 他发现这些病毒 好像只传染小孩 并不会传染大人 严重的时间一点点过去 到了孩子放学的时间 他们来到楼上 对着一个家长不停地挥手呼救 可没想到 家长坐在别摸屋里 听着歌曲正嗨的 根本听不见几人的呼救 这时 一个小上司 背着书包朝着车子走去 开始攻击起了他们 随着车子的疯狂摆动 柳人就这样去求了 如果再不阻止 还会有更多的家长遭遇不测 几人的声音 引来了一大堆的小上司 开始疯狂地朝二楼扑来 简人健壮 警方朝着屋子跑去 而小上司们 在后面紧追不舍 一直跑得快地 追进了屋子 当中见罗拿着灭火器 朝着上司的灯烙 就是一顿爆锤 捶的差不多几百下后 这才停了下来 物理老师发现 虽然小孩们的脑花 发生了变质 成了黑色 但貌似并没影响他们的智商 幻音刚落 一个小孩便拉下了电闸 简人来到广播室 准备尝试用大喇叭求救 结果没想到 广播里传来声音 说现在整个城市 都已经彻底沦陷 而这追回祸首 居然只是因为一波奥利给 看来 靠外界是没戏了 只能只能靠自己了 他们通过图纸 找到了放车钥匙的房间 于是他们爬进管道 准备去拿钥匙 可两人路过一个屋子时 一个上司突然停了下来 难道是被发现了吗 两人死死地捂住嘴巴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因为他们的头上 是一只痴人的上司 好像上司的眼神不好 并没有看到他们 继续坐上小三轮 开始玩了起来 而两人也侥幸地躲过一劫 成功来到了一间教室 可就在这时 那个小上司居然骑着车子 来到了这里 好家事 男人被吓得一动不敢动 突然 机器动了一下 男人见状 急忙爬进管道逃跑 而那上司也追了上篮 一把抱住了男人的腿 好在男人灵活 一脚踹开了上司 然后急忙躲进了一间屋子里 把东口又桌子堵了起来 可一直待在这里 也不是办法 于是 他们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拿出自己平时吃的安眠药 忽视忽视悬洒了出去 那小上司们 以为这是糖果 拿起就塞进了肚子 果然这招起了作用 过了大约七七四十八秒后 上司们全部昏碎了过去 就这样 竟然又聚在了一起 只见他们穿上自制的装备 准备强行攻打出去 只见一只上司走来 大众一炮子过去 干倒了一个 接着第二只 第三只 就这样 他们靠着棒球发射器 一直冲到了屋外 好家事 此时的屋外 咪咪妈妈全是上司 可毕竟这些都是小孩 他们还是决定硬闯 可上司实在太多了 为了让大家成功脱逃 大众只好孤身一人 拖住了所有上司 几人走着走着 在城市里迷了路 这时 旁边的电视碰巧在播放新闻 他们想了解一下情况 结果被一群上司 悄悄围了起来 二次一回头 顿时傻了眼 几人被上司追进了一家厂房 里面遍地都是尸体 这时 灯光突然被打开 好家事 这里居然是一家有乐厂 周围全是上司小孩 就在危机时刻 大众居然持枪赶来 有主角光环的人 就是不一样 直接大众用枪 喷出大量的汽油后 一根小火台 送走了他们 潇洒地带着所有人 逃离了这座城市 看完这部电影 不得不佩服导演的脑洞 苍蝇的一部奥利给 居然就引发了这么大的危机 总之故事的设定 还是非常有趣的 喜欢看的 可以去搜索原片哦 关注琪琪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